来 喂 你知道了吗 国外的恒山基金 要收购咱们宇天哪 真的 好 莫扬过来 据称 恒山基金已经在股市上 收购了宇天公司 百分之五的股份 至于宇天集团方面 暂时还没有任何回应 本台记者将持续关注 接下来我们将 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动手了 情况很明显 他们已经知道我们开始调查了 怕我们有了结果 叫了他们的去 更重要的是 他们现在要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 所以提前行动了 我知道 我不是正在想办法吗 先这样 有什么情况我会马上通知你 喂 老强 出那么大的事 你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 老方啊 我这不也是刚刚才知道吗 你是于天的头 你得拿主意啊 我全得靠你了 我知道 你放心吧 放心 我怎么放心啊 听说恒山基金实力雄厚 来势汹汹 我怕我们于天会保不住啊 实在不行 你去把雷家那小子叫回来 那小子挺有本事的 好 我知道了 余蓁啊 这回雨天可真有麻烦了呀 我已经知道了 蒋叔 来就是为了跟您商量这件事的 你有什么主意吗 我觉得我们首先 得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稳住那帮媒体 其次 咱们一定 要恢复市场对雨天的信心 告诉他们 咱们没无论 好 好 怎么还不来啊 请问雨天集团对于收购有什么回应呢 是准备收购呢 还是要反收购呢 这个 各位 首先呢 很感谢大家对我们雨天集团的关心 我们也是刚刚接收到收购的邀约 那至于怎么应对收购呢 那就要等董事会 和临时股东大会的去 一有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托着大家 恒山基金是顶其的私募基金 面对这么强大的对手 雨天难道就没有任何应对的方案吗 收购或是反收购 这都是资本市场上常见的商业行为 我想大家 不必因为是收购就大惊强怪 至于对应措施 我想任何一家上市公司对此类情况 都有相对应的方案 江总长 作为上市公司的最高负责人 您的态度呢 作为您个人 您是希望被收购呢 还是反对呢 姜董事长 对不起 董事 大家安静一下 刚才你的问题 董事长没有办法回答 我想你可能还不知道 像这样的重要决策 上市公司的最终决定权 不在董事会 而是在股东大会 所以 我希望大家能够期待 我们下一步的决策 好了 姜董事长 今天我们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光临 请让一下 谢谢 谢谢 姜董事长 还有一个问题 姜董事长 姜董事长 来 喝杯咖啡 忙了那么多天 终于盼到方家修饰了 可以歇歇了 这两天 也真是辛苦你了 辛苦谈不上 我们干金融出身的 早就习惯着我生活了 你小子我都没看出来呀 挺有大将之风的 大敌当前 面不改色 这么悠闲地陪我在这晒太阳 我有什么好怕的 我这不有你这名大将 在我身边给我助阵的吗 你别 你千万别给我戴高帽子 恒山基金可不是什么沈楼的灯 我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他们为了掩盖真相 一方面阻止我们调查 另一方面 干脆打出了收购的幌子 转移实现 目的还是为了阻止我们调查 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 不管他们收不收购 调查我是不会罢手的 现在调查 从何下手啊 怎么了 一路找到了 你还没关系 王敏 放心吧 我一个人来的 没有被人跟踪 谢谢你 上次救了我 想必你这次约我出来 不是来跟我道谢的吧 我知道李璐在哪儿 他在哪儿 在老家 贵州 对 那你们现在还联络吗 他回老家之后 刚开始几个月 电话还是能打通的 但几个月之后 我也联系不到他 而且打过去 是另外一个人接的 我想这家伙 已经把手机号换了 手机号换了 对 这么说 李璐是回老家了 看来是这样的 不过也不一定 说不定他去了其他地方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明天去商场里托 买两件一模一样的衣服 再买一张去国外的机票 小账 帮我订一张明天飞国外的机票 订好了以后你告诉我 然后再通知司机去我家接我 你说什么 雷语正要去国外 你想金蝉脱窍 谁让人家盯上咱们了呢 不得已吗 玩个花样 千真万全 我今天他让班务社小账 给他订的机票 他这个时候去国外干吗呀 他会不会去找那个著名的SG啊 有可能 SG的林顿 是他斯坦福的同学 那我们怎么办呀 我来想办法吧 我来想办法吧 跟上 我来想办法吧 雷总 您走好 一路平安 走走走走 走 连到 کو 不邻 feel l 您好 请问 酒吧七航班的机票 是在这里换票吗 是 da 你要换票吗 不用 我再等会儿 谢谢啊 救命 到你那里 好 我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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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